今天为你解读的这本书叫做史蒂夫·乔普斯传 乔普斯是美国苹果公司的创始人 他17岁退学 21岁创办苹果 25岁身家上亿 30岁被赶出公司 又在40岁的时候回归 把边临破产的苹果重新推上巅峰 6年后他从苹果公司CEO的岗位上卸任 两个月后去世 他的一生创造了iMac、iPod、iPhone等许多伟大的产品 建立了一家全球市值最高的科技公司 留下了一个改变世界的商业传奇 那么是什么造就了乔布斯 而他又是怎样改变了这个世界呢 如果你对这些问题感到好奇 那么今天我们要解读的这本书 可以回答你的疑问 1984年乔布斯曾经因为一篇关于他的专访 和媒体闹得很不愉快 从那以后啊 他一直没有授权任何关于自己的传记 直到身患癌症 直到生存机会渺茫 他才慎重的邀请了本书作者 艾萨克森为自己写作传记 艾萨克森是美国媒体圈的重量级人物 先后担任过CNN的董事长和时代周刊的主编 他同时还是一位知名的传记作家 出版过《爱因斯坦传》 《基辛格传》等畅销书 在本书的写作过程中啊 乔布斯向艾萨克森 袒露了许多不为人知的过去 他还鼓励自己的同事 亲人和朋友接受艾萨克森的采访 更特殊的是 一向以控制狂著称的乔布斯 丝毫没有干涉本书的写作 他对作者说 这是你的书 我不会看的 乔布斯对艾萨克森的支持和完全信任 让这本书得以展现一个最为真实的乔布斯 这本书我将分上下两集解读 在上集中啊 介绍乔布斯1985年离开苹果公司之前的经历 在下集中呢 介绍他创立新公司以及重回苹果的经历 下面我们进入本期节目的上集 一 乔布斯是一个被领养的孩子 他有两对父母 亲生父母给了他高智商和敏感的天性 而养父母给了他无条件的爱和支持 但这种爱呢 也造就了他性格中自由放任的那一部分 乔布斯的生母名叫乔安尼·西贝尔 来自美国中西部的一个天主教家庭 在念研究生时 他爱上了一个来自叙利亚的穆斯林助教 二人在婚前生下了乔布斯 那之后乔布斯的亲生父母结了婚 生了一个女儿又离了婚 乔布斯的生父啊开了家餐馆 很多年后他兴致勃勃的跟女儿说起 很多科技界人士都会到他的餐厅吃饭 连大名鼎鼎的乔布斯也来了 但是他一直不知道 那个跟他握手给小费很大方的硅谷新秀 就是自己的儿子 终其一生他都没有与乔布斯再见 乔布斯的养父保罗乔布斯是一名机械师 参加过二战 战争结束后认识了妻子克拉拉 结婚后两人搬到了旧金山 克拉拉因为一次意外失去了生育能力 因此在1955年这对夫妇决定领养一个孩子 一开始乔布斯的生母想找一对接受过高等教育的夫妇领养他 但是他挑中的一对律师夫妇突然改变了主意 想要女孩 于是连高中都没念完的乔布斯夫妇得到了这个领养机会 条件是设立专款供这个孩子上大学 在保证书上签字后 他们把男孩抱回家 给他起名史蒂夫乔布斯 小时候乔布斯的养父经常会弄一些残破的二手车回来 在自家的车库里修理翻新再卖出去 就用这种方式一点点为他积攒大学学费 乔布斯从小跟父亲泡在车库里 看他翻新车辆 跟他一起去废品站寻找零部件 虽然乔布斯从没有真正喜欢过机械 但他对接触到的电子元器件很感兴趣 乔布斯的养父母非常爱他 为了让他在理想的中学念书 这对夫妇倾尽所有 搬到当地最好的学区 在念大学前 乔布斯的父亲只跟他吵过两次假 一次是因为发现他偷偷抽打麻 一次是他高中毕业 就要搬出去跟女朋友住 而乔布斯的妈妈克拉拉 更是他的心灵支柱 为了不让克拉拉感到不快 乔布斯一直等到他去世 才跟自己的生母取得联系 其实乔布斯小时候 并不是一个让人省心的孩子 他天资聪颖 因为觉得学校的课程无聊 就热衷于调皮捣蛋 曾经在老师的凳子下面点燃炸药 把老师吓抽出了 高中时他和好友沃兹尼亚克 也就是苹果公司的另一个创始人 在毕业生的典礼上展开了一张 用床单制成的巨幅海报 上面画了一只竖起中指的手 到了念大学时 按理说像乔布斯这样出身不富裕的小孩 应该老老实实挑个学费少 离家近的学校 学好技术将来当工程师 他偏布 他要去学人文学科 还挑了隔壁州一所特别贵的私立大学 李德学院 他的养父母根本负担不起 但乔布斯说要么去这个大学 要么就不念了 养父母最后还是咬牙 把他送进了心仪的学校 当他们驾车送乔布斯到 一千公里外的大学报到 乔布斯却不让他们进学校 自己揣着两只手走进了校门 乔布斯的敌人正是女友 克里斯安布伦南说 被领养这件事 让乔布斯满是伤痕 后来乔布斯与 布伦南生了一个女儿 布伦南说 他曾经被遗弃过 于是后来也遗弃了别人 而两人的好友安迪则认为 乔布斯的控制欲 和他时常失控 残酷伤害别人的习惯 都应该追溯到 他出生被遗弃这件事上 对此 乔布斯矢口否认 他认为 养父母的关爱 让自己从未觉得是被抛弃的 但他承认 意识到自己跟父母不一样 对他影响很大 所以在乔布斯成长的过程中 伴随他的不仅是曾经被遗弃的认知 还有一种自己不同于常人的感受 让他更迫切的想要知道自己到底是谁 这种迷茫推着他一路向前 踏上了一条追寻自我的道路 二 乔布斯的青春期 正是西皮式文化最流行的十年 西皮式文化特立独行 放荡不羁的特征 与关注社会价值 反对威权的诉求 对乔布斯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1967年 美国大西洋月刊发表文章 介绍了旧金山流行的西皮式文化 其中提到 关于西皮式最有趣的一点是 他们几乎都是美国中产阶级的孩子 当时美国的大学里 挤满了这样衣食无忧 而追求自我的年轻人 他们长发飘飘 在路边聊天 示威 接吻 跳舞 逗殴 吸食毒品 这些年轻人积极的反对越南战争 喊出了要做爱 不要作战的口号 1972年 乔布斯进入大学时 整个西皮式运动的重心 正从反战转向 寻求心灵启迪与自我实现 当时的李德玄 正以自由的学院精神 和西皮式文化著称 一股名为 迷幻启蒙运动的新风气 在这里兴起 很多学生的作用名是 打开心扉 自问心圆 脱离尘世 受此影响 整个70年代 李德学院的学生退学率高达三分之一 乔布斯也成了西皮式大军中的一员 和很多西皮式一样 他摒弃物质享受 专注于精神追求 比如冥想 使用迷幻药 听大卫报医的摇滚乐 他是学校里的边缘人物 住在没有供暖的地下车库里 捡汽水瓶去换点零钱 光着脚在学校里走来走去 除了选些自己感兴趣的课程旁听 剩下的精力都放在了寻求心灵启迪 而这个寻求内心启迪的诉求 把乔布斯推向了禅宗这条道路 一开始啊 他只是受到身边人的影响 想要从东方的思想中寻求智慧 阅读了大量与禅宗思想有关的书籍之后呢 他下决心前往印度 在那里 一个当地的印度教圣人给他剃了个光头 这算不算剃度还真不好说 但乔布斯此时并不像一个舍弃世俗生活的僧侣 他的一个朋友亲眼看到他跟当地人激烈争吵 因为他怀疑印度妇女卖给他的牛奶里掺了水 在印度待了七个月后 他回到美国 又投入了一个叫乙川红文的日本僧人门下 他向这名僧人学习冥想 在遇到重大问题时 会向这名僧人求助 甚至还认真考虑过是否要放弃工作 前往日本修行 幸好乙川红文却案告他应该在生活中修行 而不是为修行放弃生活 否则可能世界上会多了一名传宗僧侣 少了一个改变世界的天才 虽然乔布斯没有从传宗获得心灵的平静 却从禅宗去无存真的思想中 发展出了一个简洁极美的产品理念 他后来主导开发的所有产品 无不围绕这一理念展开 此外 佛教对直觉的强调也深深影响了乔布斯 甚至形成了他独特的管理风格 即便在当上苹果CEO之后 仍不喜欢数字分析和调查报告 而更喜欢在设计师的工作室里打转 跟看得见摸得着的产品原型打交道 在采访中他宣称 基于直觉的理解和意识 比抽象思维和逻辑分析更重要 当然 细皮式文化不只把乔布斯推向追求心灵启迪 他的理想主义精神同样对乔布斯影响深远 2005年在斯坦福大学演讲时 乔布斯曾提到一本叫《全球盖揽》的杂志 他引用了杂志的一句话作为演讲的结尾 就是那句著名的 Stay foolish, stay hungry 意思是 求之若鸡,虚心若愚 全球盖揽是美国反主流文化代表刊物之一 内容包括新产品与新知识 号称要让他的读者具有远见 乔布斯深受其影响 1997年他重回苹果刚刚执掌大权 曾找广告公司制作了一个名为非同凡响的系列广告 这则广告并没有展示任何苹果的产品 而是赞美那些富有创造力的人们 带有浓厚的理想主义激情 乔布斯年轻时所接受的文化熏陶 就以这样的方式影响到他主持开发的每一个产品 三 当然啊 乔布斯的成功不仅源于个人的追求和探索 也是时代大潮推动的结果 在乔布斯十岁那年 也就是1965年开创英特尔公司的戈登摩尔提出著名的摩尔定律 预言集成电路的性能将会每年翻一番 到了1971年 英特尔造出了微处理器 为个人电脑时代的来临点定了基础 在乔布斯二十岁和沃兹尼亚克一起创办了苹果电脑的那一年 正是各种个人电脑纷纷面世的时候 如果晚几年 可能就不会有他和苹果的辉煌了 1960年 乔布斯一家搬到了加州的山景城 十年后 有两件事对乔布斯意义重大 第一呢 这个城市和周围几十英里的地方有了一个新名字 硅谷 乔布斯发现他周围的大人们都在研究一些很酷的东西 比如太阳能 光伏电池和雷达 第二呢 正在读高中的乔布斯遇到沃兹尼亚克 沃兹尼亚克是一个比乔布斯更宅 技术更好的极客 两个人都热爱电子技术 都喜欢恶作剧 很快成了一对好伙伴 但不同的是 沃兹尼亚克更内向 腼腆 更喜欢钻研技术 对他来说 用技术实现一个功能 这本身就是非常开心的事 而乔布斯完全不同 他外向 充满激情 喜欢和人辩论 于是在合作中 性格差异自然形成了分工 沃兹负责造东西 乔布斯负责卖出去 两人就这样 结成了一对商业拍档 两人的第一次合作 是造出了一个能够骗过电话公司 免费打长途电话的蓝盒子 他们先是拿来恶作剧了一番 例如打到范蒂冈 自称是美国国务卿 要求跟教皇通话 然后乔布斯想到 用这个蓝盒子赚钱 就跑到学校里 一个一个宿舍敲门推销 最后用150美元一个的价钱 卖出去100个 乔布斯后来说 沃兹和我学会了怎样合作 我们也获得了信心 相信自己可以解决技术问题 并且真的摆协发明投入生产 如果没有蓝盒子 就不会有苹果公司 时间到了1975年 一家叫阿尔泰的公司 造出了一台 名为8800的微型电脑 虽然这家公司和这款电脑 早已淹没在时代大潮中 但它却催生出 两个我们耳熟能详的公司 一个是微软 一个是苹果 微软的创始人比尔盖茨 和保罗艾伦 就靠着给这款电脑 开发Basic语言 挖到了第一桶金 而沃兹尼亚克 则受8800的启发 设计出了苹果一型电脑 这才有了后来的苹果公司 沃兹尼亚克本来 想把他的设计 免费分享给所有人 是乔布斯说服他 把电脑组装出来销售 当地一家电器商店的老板 很感兴趣 乔布斯就杀上门去 向他推销 最后拿下一个50台的大订单 他把沃兹和一些亲戚朋友 拉到自家的车库里 组装出电脑 卖了25000美金 这就是苹果公司的第一单生意 1976年 乔布斯和沃兹尼亚克 正式成立了苹果电脑公司 乔布斯内战子 常去一个水果农场打工 递交公司申请前 他刚修剪完苹果树回来 于是就想到用苹果这个词 给公司命名 他觉得苹果能让电脑 听起来更亲切 更平易近人 而且苹果的英文以A开头 能让公司在电话簿上 排在前面 说白了 苹果这个名字 源于灵机移动 起名的时候 他根本没想太多 1977年 沃兹尼亚克拿出了 苹果二型电脑的电路设计 乔布斯找人设计了 电源和外壳 最终制造出一款成本低廉 性能优异 又简洁大方的电脑 苹果二型一经推出 大受欢迎 全系列总共卖出去 接近600万台 鼎盛时期 占到了个人电脑市场 36%的份额 成为了第一款真正走进千家万户的个人电脑 苹果电脑也因为这款产品一炮而红 1980年苹果公司上市 华尔街的银行家们争相认购 创下了自1956年福特公司上市以来的最高纪录 到了这一年的12月 乔布斯的身价暴涨至2.56亿美元 而这时他不过25岁 4 苹果的迅速崛起 让乔布斯少年成名 但是在苹果公司的董事会看来 乔布斯并不是一个成熟的管理者 只是一个西海岸的矛头小伙子 因为乔布斯不修蝙蝠 经常好几天不洗澡 一个投资人还不客气的说 他是连人都算不上的怪胎 苹果的第一位大股东 麦克·马库拉也抱怨说 我们不得不在开会时看着他的脏脚 要么把他请出门外 让他去洗个澡 而乔布斯身上最大的问题 还不是卫生问题 他喜欢控制别人 而不喜欢被人控制 就连他的好伙伴 老好人沃兹尼亚克 也都有点受不了乔布斯 在开发苹果二型电脑时 沃兹尼亚克就为了电脑的设计 跟乔布斯大吵了一架 虽然后来两人一直是很好的朋友 但沃兹再也没有参与 乔布斯牵头的任何项目 苹果二型电脑之后 乔布斯对自己的技术判断过于自信 电脑设计不考虑具体需求 结果从1977年到1984年的7年里 苹果没能再推出一款成功的产品 首先是苹果三型电脑遭遇滑铁路 这款电脑机箱太小 还坚决不使用风扇 导致机箱内温度太高 电路板会自己松动脱落 甚至插进去的磁盘都会融化 故障率极高 成了彻底的灾难 接下来的LISA电脑项目更是一片混乱 乔布斯只在项目组里待了9个月 就被董事会一脚踢了出去 愤怒的乔布斯拉人组建了一个团队 以海盗自居 搬到公司外面的移动大楼 开发一款称为麦金塔的新型电脑 这个原本东拼西凑的团队 拧成了一股神 它的狂热和坚定感染了所有人 让他们相信自己正在创造伟大的产品 从而爆发出前所未有的力量 所以尽管团队每周工作90个小时 尽管乔布斯时不时的大发雷霆 把别人的努力贬斥得一文不值 但很多麦金塔的开发成员仍然认为 能和乔布斯并肩作战 是世界上最幸运的事 说到这里 不得不提到乔布斯的现实扭曲立场 这个概念来自著名的科幻剧《星际迷航》 在剧中啊 外星人用精神力量扭曲了现实 而麦金塔团队里的人很快发现 乔布斯就具有这种不可思议的能力 一名软件工程师是这样解释的 有他在的时候 他能让任何人相信几乎任何事情 还有人说 在跟乔布斯交谈时 会莫名其妙的就被他说服 认同他的异想天开 乔布斯就是有这种神奇的精神力量 在他眼里呢 现实是能随意揉搓的橡皮泥 他会跟团队说 我们能用更短的时间开发出更好的产品 我们正在开发的产品将会改变整个世界 这并不是欺骗 他是真的相信 而当一个人真的全心相信某件事 并为之努力时 他身边的人也会被感染 甚至开始觉得 说不定他是对的呢 说不定我们真能改变世界呢 乔布斯的精神力量还体现在 他有一种不可思议的看穿别人的直觉 他能在别人毫无防备的情况下 直击对方心灵最深处 抓住别人最软弱的地方 让别人为自己所用 例如他在招募当时的营销奇才 百事可乐公司的约翰斯卡利加入苹果时 他就对他说了这么一句话 你是想卖一辈子糖水呢 还是想抓住机会来改变世界 斯卡利就因为这一句话加入了苹果 在回忆这段经历时 他也只能承认 乔布斯能够很好地判断一个人 并知道该说些什么来赢得那个人的心 正因为如此 这个不到50人的团队 在资源少于IBM 施乐等竞争对手的条件下 仍然开发出了引领时代的伟大产品 麦金塔电脑是第一款应用图形化操作系统的个人电脑 这比微软的第一代Windows系统还要早5年 但是麦金塔仍然重复了苹果3和Lisa的问题 设计与具体需求脱节 为了控制价格 麦金塔的硬件配置较低 但是图形化系统会占用大量内存 这导致系统使用起来很不流畅 而麦金塔没有插槽 用户无法自行升级和扩展 不借助特殊的工具 甚至连机箱都打不开 乔布斯还取消了键盘上的方向键 逼着用户习惯鼠标 习惯图形化的操作界面 更逼着开发者专门为麦金塔开发软件 以至于上市的第二年 可以在这台电脑上运行的软件仍然寥寥无几 结果是麦金塔的销售不如人意 到1984年底 每个月只卖出一万台 是预期的十分之一 麦金塔在市场上的失利 让苹果公司董事会对乔布斯失去耐心 1986年 董事会考虑撤掉乔布斯的职务 让他去组建一个产品中心 负责新产品的研发 乔布斯拒绝了这一要求 还私下串联 想要把当时的CEO斯卡利先下马 这一次 董事会没有再容忍他 乔布斯被撤掉了所有实权 1986年9月 乔布斯在董事会上宣布离职 然后就这么离开了自己一手创办的 苹果电脑 我们可以将麦金塔电脑的失败 归咎于错误的市场策略 归咎于乔布斯 未能获得足够的时间和资源优化产品 但我们必须承认 乔布斯对市场 对公司 对自己的判断都过于主观 不过 当乔布斯在20年后 重回苹果公司的时候 他将以一个更加成熟的状态 带领苹果再上巅峰 关于这一段经历 我们将在本期节目的下集为你介绍 我们下集中 这一段经历 我们下集中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